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要找德而不是找富 我们人在世界犹如海上有两艘船 这两艘船像无头苍蝇一样在乱开 一艘船叫明 另一艘船叫利 人就像这两艘船一样在海上乱撞 没有目标 迷茫地在横跨着人生的苦海 都是为了一个名利 鸟为食亡 人为才死 以为是对的 正确的 实际上 这完全是错误的概念 师父告诉你们 世间有两种情 一种是情为明 一种是情为利 名利在情理之中 又在情理之外 你可以为明 可以为利 这在情理之中 在情理之外 就是当你的境界提升了 就会把这个明利视为粪土 当你的境界提高时 明也没有用了 利也没有用了 而你的心灵是最富有的 师父现在给大家讲 什么叫法喜 法喜与身和心都有关系的 首先从精神上讲 就是心必须进入一些境界 而不是一般的喜悦 一般的喜是比如说一个笑话 大家笑一笑就没有了 只是暂时的 而不是从内心发出来的 真正的法喜是要打通气脉 当一个人说一个高尚的笑话时 气场是往上面生的 真正的打通气脉 是打通脑子里的气脉 胸部以上为上脉 胸部以下为下脉 师父曾经给你们讲过 一个人在过世时 如果头最后梁是上天 胸部最后梁是头人 下身部最后梁是头畜生 脚最后梁是下地狱 从人的身体上就可以分得很清楚 师父教你们是要打通上脉 法喜是从上脉来的 是从境界上来的 当一个人有境界时 讲出来的话 那才叫法喜 比如 一个人忽然跑过来告诉你说 我孩子的病好了 感谢观世音菩萨 这是发自内心的喜悦 这就叫法喜 学佛的人才会有法喜 不学佛的人是没有法喜的 没有法喜就不能充满 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 能打通向上经络的境界 那就不叫法喜 法喜它是有气息 还有呼吸 法喜的呼吸是很慢的 当一个充满法喜的人讲话时 是很有哲理的 呼吸是平均的 气息是很顺畅的 当你一旦打通气脉之后 随之而来的叫法乐和法胃 法喜等于法乐 等于法胃 胃就是回胃 一想起来就开心 这种喜悦是泛泛的 在心中回荡 当一个人法喜充满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是让他运转 运作之后 法喜才能充满 师父把这个法喜 给你们拉开来讲 当这个喜气 通过你全身的经络之后 会产生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会让你感觉开心 这种感受是快乐的感受 这种快乐就叫法乐 法乐就是法喜 有一点欢喜 又有一点快乐 这种快乐就叫法乐 法乐是一种无形的快乐 无形的快乐 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快乐 比如明天是假期 你就会有一种无形的快乐 心里感觉高兴 因为可以休息了 而你不会一直把这个假期 放在心里的 但是就是这个无形的快乐 让你与人讲话时 心里感觉一种快乐 这种无形的快乐 在你的心中无形的存在了 这就是内涵的 内在的 无形的快乐 这种快乐 充实着你的全身 打开了你的经络 让你感觉到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 无比的欢愉 这是一种没有办法形容 和比拟的快乐 因为这是充满智慧的喜悦 吃到嘴里后的感觉 叫胃感 即味道的感觉 眼睛看到的叫观感 这些都叫法乐 吃素会吃得很开心 因为我没有杀生 吃的都是自然的东西 所以就会产生一种法乐 我眼睛看出去都是好人 我不看黄色的东西等等 这个眼睛就是很正的眼睛 叫观感 也是法乐的一种 眼睛看出去的都是正的东西 你脑子里就是有正的东西 经常去看不好的东西 你脑子里就是有不好的东西 邪念 师父把佛法用白话 讲解给你们 讲到你们的心里去 然后再给你们分析透彻 让你们明白什么是法喜 等你们明白了 马上就会法喜充满 当气脉通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持久的 泛泛的快乐 但是不能执着这种快乐 一个人快乐之后 哪怕是法喜 也不能执着 执着就会迷进去 就会出偏差 比如当一个人说 我是学过佛的 我过去怎样怎样的 这个人就是执着 执着于自己已经学过的一点点东西 用它充实着自己的整个灵魂和肉体 又如何接受另外一种新的事物呢 如果一个人执着了 方向就会出偏差 因为执着这种快乐之后 而这种快乐是小定之后产生的患感 当一个人小定时 就是一个人忽然之间 好像醒悟过来了 比如原来我念经 可以找到好的工作 那么我念准提神咒 去刮六合彩也能赢了 这就是小定之后方向偏了 执着就出来 方向和目的都不正 你们说会刮到六合彩吗 这种幻觉的感觉是不真实的 一晃就会过去 是不能永恒的 是不能久恒的 这种不能持恒的态度 在禅宗里就叫出禅 出禅是禅宗里打坐之后 刚刚有点幻觉 比如能看见菩萨了 或能看见一些灵界的东西 念佛有四种方法 一 持明 就是念佛的时候 先要持明 在念经之前 一定要先讲 请那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如何如何 二 观相 看着观世音菩萨的相念经 心里会纯洁 三 观想 就是脑子里观想观世音菩萨 但是观想很难 刚开始学佛念经的人 稍不留神 很容易走火入魔 四 实相 就是实实在在看到的东西 也就是实实在在的 我不想任何东西 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什么都不往脑子想 实相的意思 就是自然的 不往心里去的东西 不要用心去执着地想 我要看到观世音菩萨 实相修心 念经到最后 也会看到菩萨的 菩萨会到你的眼睛前面来 不是你想不想看见 而是你不想看见 也能看见 实相妙理 实相 它有一个非常玄妙的道理 就是说 当你所看到的任何东西 你只要心里一想到它像什么 它就会变成什么 是随你的心变显的 这就叫妙相 然后转换为妙理 就是实相妙理 师父经常给你们讲 献心香 献心香就是实相妙理 对着天空 想着自己供的佛菩萨 然后拜拜 在天空上 就会出现一尊 你家里供外的佛菩萨 想出来的就是妙相 亲证实相 就是你亲眼证实了 这个实实在在的相 叫亲证实相 最后 师父提醒大家 妄语是一切恶业的根本 当一个人开始做坏事的时候 就开始说谎了 妄语是你犯罪造业的根本 当一个人造业 做坏事的时候 第一个做的事情 就是妄语 撒谎 那么 怎样去除杂念呢 去杂念的方法之一 就是 微闭目可化解 犹如 昏睡前时 什么都记不住 脑子是空的 杂念 才可去除 但是 时间不能长 所以 用微闭目的方法 念经 去化解 杂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